而在国庆日前夕台东阿美族马兰部落的族人 他们共同聚集要向国防部讨回四十五年前 被占用作为军方宿舍的土地 不过国防部已经将这三块 三大块大约七千多坪的土地 列入老旧眷村的改建范围 要归还在程序上恐怕有困难 被国防部占用的台东市马兰阿美族土地 一共有三块大约有七千多坪 这些土地从日治时期 就是部落族人聚会和青年训练的场所 政府拨前来台后 国军向当时的台东政公所借用 作为空军宿舍 民国五十四年又签约继续借用一年 但现在已经变成了空污 而且爬满杂草 但没想到阿美族人想要回土地时 发现国防部在民国五十五年 也就是续约借用后一年 已经将这片土地登记为国防部所有 并列入了老旧眷村改建的范围 办理拍卖要不回来了 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一块土地 不要纳入老旧建村改建的一个 总策里面 为了追逃土地 马兰部落阿美族人在国庆日前夕 由部落祭司和长老们向祖林宣告 一定要向国防部讨回土地 并且诉起阿美族主旗 宣誓土地是属于他们的 能够把我们的土地还给我们台东市原住民 让我们的祖先跟我们的子子孙孙 能够在这边有一个愉快的风年季 台东市公所目前打算先千里废弃的空军宿舍 空屋环境 并继续和国防部沟通 希望能帮马兰阿美族部落 要回他们的土地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